亦上失伴。 bruigan oni 因为我觉得价钱比较失 Phase 18 不算太贵也不算太便宜 感觉到他们来介绍额公司的人就较老实 是你们公司一位叫Alice 工程由头到尾都是她跟进的 因为网上很多装修公司都有烂尾工程 过程中有问题发生 之后就肯派他们公司的人来跟进 因为我主要做日本无印封的 我觉得油漆和傢俱配搭的颜色 就很适合我们的要求 以及达到我预期中九成的效果 特别满意就是厨房和厕所 因为厨房厕所就是我自己设计一个概念 然后跟装修公司设计师谈的 厨櫃和厕所的浴缸和厕所镜柜 全部都是我们一起构思出来的 我设计过概念之后她画图 做出来的效果和尺寸 都是配合到不会画 令到那个位置不漂亮 即是现在厨房是用尽了 所有空间做到很多厨柜和桌面的位置 这宗工程其实就不是很复杂的 不过呢 当中当然就是业主 他有些要求 可能那个工期比较久一点 因为业主要订个超巨型的大冰箱 我们都要等她的冰箱进来 我们才可以继续做第二部分的工程 不是我们就进不了她的冰箱 还有可能洗手间里面 就有那个日式风雷 还有都很多改动一下 那个厕所那些 所以就特别一点 其实今次的装修过程 就比较复杂的 因为我是家私一间公司 装修一间公司 冷气都是一间公司 幸好装修公司都配合到 因为例如我的家私运到过来的时候 就和他们另外装修公司 有些家私相撞了日期 大家能够想办法 怎样可以顺利安装到 两间公司不同的家私 令到装修的进度和效果 都达到预期理想的效果 想知道更多关于装修工程的资讯 那就要记得留言 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